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说呢 伤害呢 其实不是两个人能够做什么来解决的 这是主释放的 阿们不阿们 虽然可能你的伤害是另外一方来的 但是是主解决的 所以主怎么解决呢 在伤害的时候呢 伤是心里面 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情感 已经造成一个裂痕在心里面 心里面的东西 心里面的伤 你越用力要处理它 是越不能的 对不对 心里面的伤是要用 是从哪里解决 你的想法 想法 所以真理是进到人的想法 想法解决感受 听得懂吗 伤是负面的感受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个伤要解除是你的想法来的 我这样讲吧 最近我的女儿慢慢长大 那天我就想 她是女孩子嘛 以后从女孩要长大成女人的时候 这个很危险 所以我一定要教导她一下 所以她最近对弟弟很多看法 有一次她的弟弟带着朋友回来的时候 哇 拉挖 然后她的弟弟就朋友来的时候 就很调皮 好像很自我为中心这样 然后在家里什么 脱衣服啊 然后每次6F啊 什么这些东西 她的姐姐一看她很disgusting 就觉得这个showy 她姐姐每次这样就看她的时候 我就发现下面就要吵架了 因为她对她的弟弟有看法 那我就说 女儿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想法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感受 thinking and feeling 对不对 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懂的 你不用读心理学都会懂 thinking and feeling 你现在你怎样 think 你的弟弟 你怎样想他 showy fellow 就是要好恋 想法 对不对 我说你这样想 所以你的心对他很不服气 对不对 我说孩子 你想想看 如果你自己带朋友回家的时候 你也会不会这样 你会不会讲话比较大声一点 你会不会比较 有一点跟以往不一样 对不对 你是旁观者 看他是这样 人 你带朋友来你的家 你要让朋友看到 你在这个家是怎样 生活你也很能 很怎样 所以想 show给你的朋友看 你也会的 我发现 我这样跟他讲之后 他就笑笑 我说现在你看 你的心有没有好受一点 OK了 所以我现在问他 我现在跟他说 其实爸爸跟你讲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有时候感受不好 但是为什么继续成为伤害 有些人很伤害 very hurt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往不对的地方想去 他望着讨厌 负面 不理解的那个方面想 我是每次跟师母 有一些不和还是什么东西 或者有点吵架 到有一个地步 好像 好像两个人都 think very badly of each other 好像那种光景的时候 我就是 回到 我的想法 我是怎么想他的 各位听得懂吗 你是怎么想他的 这个方面 你祷告 我们讲 祷告是什么意思 祷告不是忍耐 祷告是 你重新要认识 重新认识 那个人 重新再接纳他 重新明白他的难处 重新再提训他 这个叫 想法跟感受 这个是很简单的 祷告就是这个两个东西了 你懂了圣经 一大堆 但是呢 你怎么融入圣经 在你跟人的相处 你怎么想他 然后感受他 所以呢 不明白感受的人 不明白这个奥秘的人 是天天要 自助自己的怒气 成见 很辛苦的 好像烟啊 烟 你怎样打他 他不会掉的 你要放一个大风吹 那个烟自然走 很多的人 要处理伤痛的事情 是一直 找心理学家 处理伤痛伤痛 其实不是 那我祷告了也没有用 因为你在祷告当中 你的思想没有改变 你看人 看事情的 整个的想法 没有改变 所以我在这次的信息里面 我一直祷告的事情是 我们要进步 我们做一个女人要进步 做一个男人要进步 听得懂吗 只有你进步了 只有你的眼界能够回复 越来越回复到 神创造的男人 男性 女人 女性的话 很多的东西你会走出来 其实现在很多的不和 受伤 收在心里面 都是其实一个罪性的东西 在那个地方 你无形当中 很多时候体贴他 体贴他 然后一遇到 夫妇之间有问题的时候 你体贴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 成见的想法 其实是蛇所带来的恶念来的 恶念 那个恶念是 你不解除掉 你很难再多爱 那个人一点 很难的 另外 我在跟各位说 受伤的夫妇们 主把他的道给我们 我有一天 我问我自己 主啊 我今天要成为 怎样的一个男人 你问我 怎样的丈夫 主说 你为你的女人舍己 你爱她 为她舍己 你就是爱你自己了 我想这个东西 想很久了 因为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 就是我就是爱不了她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思想 有一天 其实呢 当然我不是不爱之母 我讲的是 有时候 一些弟兄姐妹 受伤的时候 你挣扎的时候呢 你挣扎到什么地步 你挣扎到 当我真的爱她 能够为她舍己的时候 我好了 我成为一个男人了 听得懂吗 其实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妻子受伤的时候啊 他自己最讨厌的 他最讨厌的不是他的妻子 他讨厌的是自己这个样子 脆弱 懦弱的样子 你们了解我讲的话吗 这个你们要再祷告 好好听 现在牧师讲的 好好听 我们姐妹们 每次因丈夫受伤这些东西 其实你讨厌的是什么 你也讨厌你这个情绪的女人 这个情绪懦弱的女人 不能爱 不能顺服丈夫的那个样子 其实你自己也讨厌你自己 真正在你的灵魂的深处 你是讨厌这个地方的 但是因为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能力的问题来的 对不对 所以当你处理了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然后有一天你发现 你真正得意志是你来到 不管他改变不改变 我顺服他 他是我的亚伯拉罕 他是我的亚伯拉罕 我是他的沙拉 这个一顺服了 爱了 愿意帮补他 甚至他很多的做事 什么没有改过来 想法没改过来 爱他 从那天起 你成为一个平衡的女人 平衡的 心理平衡 弟兄也是成为一个男人 自动 那个光景就是从伤害出来了 所以我一直说 不要关注他 work on yourself 是你 你的挣扎来的 你的挣扎 伤害 能够走到 到这个地步 是 其实 你要知道 最痛苦的是你 当你不能爱他的时候 你的痛苦 其实里面是你的挣扎来的 因为你是有主的人 你一直让自己 留在这个光景 怨恨 埋怨 你自己不幸福 对不对 所以 我今天后来我明白 原来我跟师母 能够到今天 也能够教导外民 并不是他 什么东西都跟他合 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一件衣服 你喜欢这个颜色 我也喜欢 我们一样的意见 你喜欢这个耳环的装饰 我也喜欢这个耳环的装饰 我们一样意见 那个感觉很好 对不对 很有情调 对不对 但是你结婚之后 你才发现 还有几万种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看法 那个东西出来之后 后来我明白 什么叫真正的合 在所有的不合里面 你不合里面 能够更加的理解 对不对 对他的想法 重新认识 然后保护他 爱他 接受他的 跟我的不一样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我已经 我已经 按着圣经所讲的 跟他合了 那时候我的心里 是最平稳的 这个就是担心 那么多了 谢谢大家 来讲一下